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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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说的事情,真是全钱瞻性 因为财政盈余,通常是去到差不多3月 才慢慢有数据出来 但其实之前已经有人放风 今年的财政盈余比往年少很多 往年每次都是100至1000亿 但今次我们有个朋友 就是刘雍和刘家雄 因为他比较熟悉的数据 就询一下则副房究竟现在的开战是怎样 大概说是怎样的 我昨天跟我吃饭,刘雍跟我说 我问他有没有看数据 我刚刚看了 就是说现在这一刻 就是一月头 看回刚刚十月 就是三十月 清晰了数据 就是说有500多亿的赤字 是 但是到埋单的时候 年底收入就读好了些 他估计的话 就是会有200多亿的盈余 是 跟以前来说 去年我忘记了他预测多少 其实也不多 我记得 都是80至200亿的盈余 但是今次真的是估中 可能是罕有地少了 那为什么会少了那么多 收入 最主要是卖地 民辉到百多亿的盈余 民辉到百四亿的盈余 民辉到百四亿的盈余 是 以及印花税 是 股市 股市是有 才有那半年 跌了 成交令到印花税收入 也少了 其实经济不好 财政有问题 这个时候也会发生 现在还没有很坏的时候 更坏的时候 我们也见过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早 去讲这个财政盈余 这件事情 其实跟我们很切身 我们每年都太大安置 就说每年都可以派档 每年都可以派档 都可以派档 我去年 其实已经警告过 当然我警告 不要人不听 但是我警告的意思是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 已经开始吵了 究竟派钱还是不派钱 你派2万元 就是退2万元税 其实还有很多盈余 你怎样交代 有很多人给他们压力 最后的选择方法 就是由退税2万 到退税3万 我说不行 因为你退税3万 其实你不单止退了1万元 你不单止退了1万元 因为你还有将来的预缴税 一直合约 当然其实实际上 也是退了1万元 因为预缴税也要照顾 但问题就是 如果下年退少了1万元税 其实反过来 你就不单止退少1万元 你很多东西都会加上 你两夫妻 你退少了1万元 然后你预缴税可能又会增加 因为你加工 那那个开支就突然间会大了 就是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政府那时候是太过 怎样说的 大安子也 其实有些政治危机 是的 其实它可以选择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增加面税 我讲一讲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财政预算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 已经发现这件事 就是开始读经济学的时候 读中学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推理 当政府很有钱的时候 你会赚多钱 那是盈餘很多 那你就一定要有些市场分享的盈餘 但是如果当市场上不好的时候 那你就尽量希望派钱 你就尽量令到他们什么 那实际上这条数据是解释不通的 在我心目中 有一个正确的财政预算方案 应该就是我和你调转 应该是逆周型 在什么时候我说明 但是视频上接受不了 我说明 我在什么时候 我不派钱 我尽量联财 我是要联财的 但不好的时候才是逆周期 不是啊 曾俊华经常都说这件事 曾俊华从来没有做过 从来没做过 从来没做过 那你做够的钱 不是啊 他坐在那的时候 从来的市都好 是啊 他没试过不好 不是啊 我连派钱都不派 我可以去到 如果你去到什么时候 那我们现在 或者到什么时候 我就派钱 今年可能真的开始不好了 今年反而 不是啊 今年有营业都没派 赤字就开始派了 是的 我越来越赤字 我现在这么多 就是这个受用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楼价当然出现问题 就是当年的时候 又回复1990年 那时候 那时候市不好的时候 市好的时候 他就加印花税 他就加印花税 他又有很多 有很多 措施去搞的 但是当市最差的时候 楼市最差的时候 他没有去逆周期的措施 因为政府已经有 准备不值 他没有条件去做逆周期的措施 这个不是好像老板那样 经济好的时候 我们要租谷 房机有租谷 但经济差的时候 我们也要开源截楼 这件事是经常都发生的 经济差的时候 你这么说 我亦都这么说 很多旧派的老板 经济差的时候 自己会不会炒完工 就是旧派员工的时候 就顶顶顶 其实应该是会用这个方法 就是这样 你整个 就是 你那个政府 你没有威信 你不能够令到人民 相信你 有钱的时候 是联财的时候 就是为了职足 但是又要客观说 香港在回归之后 都是试过两三年 是财政赤字 当然 那两三年 是惹怒了 很多东西都削得很厉害 现在林郑也说 我现在帮她做魔鬼表演 就算今年收入少了 盈餘少了 我们都会继续增加政府开支 去推动逆周期 逆周期的问题 逆周期 而出现是 你不能将印花税还原 等于 美国 为什么要加税 你要将税还原 到正常状况 当你不行的时候 你才会再减 你是没有子弹 你已经没有子弹 到了那一刻 你是没有子弹 再调控楼市 因为你应该是 那一刻的时候 你应该 为什么你要去 楼市下跌的时候 为什么要减少建楼 为什么要减少建楼 因为实际上 你不可以印花税还原 就是有很多方式 不可以还原 最后印花税也有减少 不过就是经济复苏 我还记得是唐英年那时候 2004年或2005年 把印花税减少到200至300万 三百万人的楼 结果就炒高了市 但是当然 这件事是阻止了 不拉到那么远 另外我们说回 这个问题 就是你派堂越派越多 你要缩回 中产是很感受那种痛苦 就是突然间 你退税退开三万 你今年可能只是退两万 甚至退一万 或者是下年退两万 然后再下年 就什么税都没有退 就是他没有想过 那一件事就是 你今时今日可以 他一日你收回的时候 那个反弹 喂 我们经常都说 这些endowment effect 就是那些endowment effect 就是你拿走那一刻 那个痛苦 是让你给他那时痛苦三倍 那我认为 中产主要是要出粮 和上班 但是你对政府的威望打击 如果今年不维持那个派展 就我极大可能觉得 是会对民望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不是你那些什么民主 什么一地两检 而是退税就搞死你这个林郑政府 我觉得最难的 这个就是第二件事 政府可能亦都预测了 政府的收入会越来越少 所以今年就开始 他没有将这两个东西直接挂钩 没有将这两个东西挂钩 但是又提出了 就是说 猜想将会由无限退 无限退的意思就是 你有一百层楼 你有一千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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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减到一层 就是这个建议 比当年人物力量更厉害的 当时有几个层楼 就建议三层 他说你中产也有三层 其实他也很贵中产 在想这些方法 但是现在就是一层 我直接联想 就是因为他知道 收入会越来越低 所以你就要做些方法去 指了那个 没有效率的派遣 其实我们从来都知道 这件事是没有效率的 都被人打了很多年 你就算退了给那些地产商 他都不会有什么 帮助到你的管治威信 好了 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2011年 人民力量提出的建议 去到2019年 才被正式采纳 就是因为 荷包拆掉的时候 你想想 原来钱太多 对这个政府 当然是一个问题 因为觉得 钱那么多 我需要什么省呢 那就乱用了 原来到你的荷包拆掉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想 就是这一件事 我自己觉得 你政党如何监察政府 原来这件事 不是政府死都不肯做 不是原则问题 只不过那时候 他没有戒心 第二件事就是 政府很没有效率 你想到这件事 为什么要用八年的时间想 政党其实一直都在监察政府 譬如一地两检 或者大雨 你说泛民政党 你现在是代表泛民的建制 先 就是泛民政党 建制不同 建制常常都支持政府 你不需要 我先告诉你 建制反对政府 真是很少 大致上 你这个反对派 先负责监制政府 对不对 他们主要是打主战场 其他那些就放弃了 其他那些就是喝的 因为他就是 总而言之 不是你那一天过了 你真的说得很好 所以他关心那些 都不是市民关心的 你不关心那些 是市民最关心的 所以就没有人投你票 你监察政府 你会关心那些市民关心的 好了 那为什么我刚才说 建制派反对政府 今次退差响 没有一个政党反对 只有一个政党反对 那就是自由党 自由党 不止 好像有经文联 就是经文联和自由党 你现在这样做的事情 他就推翻了 我们反对 就是我们反对 那些人精准派钱 那些说法 你这些精准退差响 就是很无效率的 行政法很高的 我记得他说 如果用这种 限制退差响 就省了几十亿 但是就要用几亿 来做新的系统 或者返回所有东西 那我先不论 其实有一个新的系统 反而是 你对政府的资料 可以掌握得好些 其实应该要做 但是他就说 喂 这么高行政费 你这叫奴民商财 你又搞到人们退少了差响 你又搞到政府 花了多少钱 他们是否支持 全民派钱呢 支持的 自由党是支持的 经文联是反对的 但是我当了自由党 所以现在坊间很多人都将两样东西混在一起 就是觉得 喂 全民派钱你说行政费低 所以你支持 现在无限退差响 都说行政费低 那就应该两样东西都不要搞 我身边甚至有些支持泛民的 或者本土派的人 都是这样想的 首先我觉得要击破这个逻辑 其实呢 在楼价高的时候 不适宜退差响 是 因为这个就是分别 就是从来差响都不应该退 在这一刻一来说 至少在当初的时候 他退差响过一刻的时候 已经做了 对于楼价的最大的打击 是地税 是从古以来几千年代 几千年代都是这样 息为富之机 金为累字头 当一旦只加了地税 加了差响的时候 即是加了差响 加了地税之前 就是对楼价是最大的打击 所以政府一路都不敢做差响 一路都退差响 其实只要你差响加得够的话 到最后所有楼价都会崩溃 那我这里都要分开两边说 首先说一下 其实那个逻辑的谋误就是 我们从来都觉得不应该退差响 而且应该派钱 是的 但是应该派钱 所以你派钱的行政费低 当然是我们最关心的 但是他不派钱的时候 你不派钱的时候 你用一个更加高的行政费 去精准派钱 这个不是我们的反应 这样说 至少他们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我不要说什么 我不要说 不要说他们对不对 至少很多泛民在逻辑上都没有错误 这个他们说法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但是 但是 退差响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自己觉得一元都不应该退 现在退而求其之下 你说怎么都要退差响 如果可以退少了差响 我也不介意行政费提高 很多人如果要讨论香港政策 你就不能把两个人混在一起 不是我们支持派钱 行政费低 就等于我们会支持一个行政费低的模式 所有行政费低的我们都支持 为什么要拉到另外一边说 这个就要和周显带才讨论 当然 我们同意差响退少了 甚至不退差响 是会打击楼价 但是其实未必帮到没有楼的人 打击楼价是帮不到没有楼的人 但是我现在说的打击楼价问题 我从来都说 那些人将楼价问题和居住问题解决 分架了 但是因为太麻烦 所以就解释不了 但是那些人经常都觉得 你买不起来是你的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有很多问题 一个政府有很多问题 那就是一个整个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假设这样 如果在一个大家 糧食很缺乏的环境下 你没有钱买米是你的问题 但是国家会觉得 它就是一个数字来说 数字来说 原来有多少人是饿的 那就不同 只要你有钱 无论在几窮的环境 几惡劣的环境 但是有关这个问题 我都和Kevin 没有分解 有什么分解 Kevin说什么呢 他说退少了差项 不是退少了差项 或者加差项 日后 你是增加了业主的成本 结果租给你的时候 他就将成本转价 是 绝对是 绝对是 但问题是 你现在加了 但问题是 你只能转价部分租金 因为租金都是市场 市场 就是20% 只要加差 加差響了 到最后 租客成一部分 楼价价还会跌一部分 到最后 回报会增加 就是 你先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长远来说 如果地租好 或者差项很贵的时候 亦都会影响到 到发展商 建筑的有因 是 因为太贵了 他已经起了一点 是 这个就是 本来就是 但是我会说 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 其实你发展商 当你的利润力 这么深的时候 我今天刚刚和人吃饭 他说了一件事 他在菲律宾买了一块地 他买了大概是 一间酒店 我说多少钱 他说 一百多万美金 我说我也是召一份 如果是这样 他说 他说 我也是召一份 如果是这样 他说 不过我建一千多万美金 问题是这样 问题就是 你现在地价 无论地价多低 你建了也不建 问题就是 你现在说的差项 只要你的地价 去到这么贵的时候 只要你的差项下去 到最后 你到最后他都会建 就是你只要市场有人买 但是我最后有一个 我说分期有一个意义 但是短期我觉得 都帮助到楼市 就是因为 你现在有很多空置的单位 你如果可以增加差项 就会令到他持货的成本增加 所以 都可能会鼓励了很多业主 就是原本我打算放在那里 我现在就因为加差项 我要用租金来 去弥补回那个成本 但当然 究竟有多少空置单位 推出来 又加多少个%租 这个我完全是反对的 这个就是全面一般人 同意为有办法 所有这些方法 都解决不了居住问题 只有一个方法 解决居住问题 就是增加重点 当然了 你现在解决了问题 其实是楼价问题 楼价问题和居住问题 是两回事的 很多地方都有楼价问题 但没有居住问题 也有很多地方 香港有居住问题 但也有楼价问题 两回事 我这样说 台湾没有楼价问题 但没有居住问题 其实楼价问题是影响到贫富懸殊 而影响到居住的话 你去看估计 居住问题 你去看估计 究竟平均居住面积有多少 现在会不会有些人住了 一个人住几十万呎 然后一个人住三百呎 或者再看看 究竟会不会有很多空置 但香港的空置很少 这个就是空的问题 空置率低是一个问题 但是香港的空置率很少 这个才是问题 但是始终放了空置单位 就是增加十倍 但是增加很少 真正楼价最大的影响 譬如你转 全世界都有楼价问题 香港有居住问题 全世界楼价问题 楼价问题真正的原因 就是 当你楼价升的时候 就会很多人变得很有钱 然后那些人是不用做的 就是贫富懸殊 加劫得很紧 不过这个已经牵涉另一个问题 我们下次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